财联社1月7日电 近期 主流手机厂商携新产品相继登场 折叠屏产业俨然到了爆发前夜 与此同时 产业链也一派繁忙 有关核心配件产线扩建及投产的消息不断传来 记者在调研时发现 伴随着折叠屏手机在硬件供应、创新交互 应用生态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市场各方对折叠屏手机在2022年 放量表示乐观 中信证券预计 折叠屏手机出货量5年内 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90% 到2025年有望超6500万台